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机器对阵XR的第一局下半场 上半场是搬掉了前锋 然后先知由于个人的一个能力发挥 吸出了一只鸟关键时间吸出了一只鸟 把电击拖完完成了一个穷者三跑 所以阿福这里的话他是搬掉了先知 那看你阵容你阵容要是有机械对吧 那我就选个女巫 然后抓你机械挂飞以后保平真胜 那你这边选了个祭司弹三亩男 不好意思我红夫人 红夫人找到他可以抓的点 其实这套阵容的话可以抓的点 应该是在除傭兵以外 剩下三个角色都可以看情况 祭司的话看位置 前锋的话如果第一个遇上了 估计会直接抓 带一个追猎的红夫人抓前锋 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什么的话还是看他第一个铲子的一个交法 所以还是比较看情况 但是这套阵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修的比较慢 因此阿福就算抓一个人 前期偏慢一点点 但是他还是有终其一波 守死一个人 然后抓一个人保平的能力的 看上来第一个人是直比 应该是最差的 佣兵撞脸 其他其实三个人刚刚都讲的都可以抓 这边上来先遇到的是一个佣兵在人黄 军工厂人黄 大家就稍微对吧 什么一下 就是克服一下 当然听广播 画面好了再给你们看画面 阿福这边是带了崩坏 然后加狂暴 优弊 没有去带追猎 没有带追猎 抓前锋相对来说会累一点 不太好抓 因为前锋这个点如果说你有追猎 他教求你跟过去追猎起来以后 是很容易通过走位 这边交铲子 一刀打没有能打中 守木人这个位置往小房后面一绕 过来一刀铲子打出 但这个镜像应该是很难再打第二刀了 守木人这里通过一个翻窗 拉开一些些距离 闪现一刀追 闪现一刀追 这里铲子还有9秒钟 但是镜像的时间也有9秒钟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里我投镜像 它是可以同时交铲的 两个人的cd是一模一样 卡着点 这边交铲 一刀打 打出来了 打出来 你这里追没有闪现 守木人还是可以再拖一会儿 他这边往小房 小门过去 这个位置的话 板子多 窗多 两窗一板 还得等一个镜像 还得等一个镜像 佣兵的电机修了一半 不过没关系 说实话我觉得是问题不大 就是看着抓起来有点揪心 就感觉节奏拖的有点慢 但是你如果考虑到这套阵容的话 其实问题也还好 因为这套阵容修的真的会很慢 守木人这边是尽可能的去脱购时间 这边祭司地台电机点亮 拉了一个大洞 我们可以看到抓的时间其实已经蛮久了 但是才亮了一台机 可见这套这种修的有多慢 挂的话挂回小房 大石头这张椅子处 总体来讲 外面最多也就修掉三台电机 而这边佣兵来救第一波 外面还差一台机 这边交镜像过去找人 反正这个镜像也不需要用来防守 已经拦不住这个佣兵了 你交镜像给佣兵佣兵跟护臂弹 这个镜像反而更没有用 如果交到外置位 还可以稍微干扰一下电机 虽然说打打不到 因为距离上面有点远 佣兵这边吃一刀 血线卡的还是比较死的 把人救下来 守木人这边是块白板 佣兵直接交护臂也不吃 双倒好一刀倒地 二挂守木前锋最后一台机 前锋这里修的一台第一机 还差了将近90% 刚开始修 等到守木人挂上的时候 现在外面差三台机 是几乎不可能开完的 意味着守木人是保不下来了 那只有是寄希望于开门战 开门战的话 我们来分析下 求人有没有机会 有因为有祭司 有前锋 有佣兵 这三个人的开门战能力是很强的 这三个人的开门战 但是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只要阿福不给机会 我开门战的时候 留闪现追前锋 或者留闪现追祭司 只要不要去找一个满血的佣兵 问题应该不是特别的大 好这边佣兵的电击 还被干扰了一下 这边再交个护臂 佣兵的人黄机差了 倒是没多少 前锋这边姗姗来迟 要准备过来救最后一拨人 而前锋的电击 现在是佣兵跑过去修 这边想要撞救 阿福 这里躲躲躲 哇这个回旋八字球 回回回回回 会交了多少球 我们来看一下 交了目前是交了70%以上的球 但是千转八回的一个球 是没有能够帮忙 把这个人撞晕 没有能够做到无伤救人 这边前锋再扛一刀 但是顶不住阿福这边的一个镜像 一个镜像直接放进走位 一刀打成一个双岛 那么现在就是节奏不断挂飞手 木之后再挂前锋 而前锋这里的球已经是几乎没有了 阿福这里保平是已经做到了 开始准备真胜 祭司压过来 佣兵压好最后台电击 准备打开门战 阿福有技能 红夫人这手技能 可以看情况了 因为他这边挂完人 就下来拖一拖 他只要实体到打上一个镜像头前锋 前锋的球是不足以支撑 不足以支撑到这个红夫人这里 刚想说啥的 你们在说那个好了 我知道好了 好了我也得把视频录完呀 我这边在录视频呢 对不对 好 这边看一下 这个技能是不能交的 哪怕你贴门 我也不能交技能 佣兵这边开始翻箱子 前锋这里也继续拖 佣兵想要翻一个护臂给前锋吗 好像是这个想法 好像是这个想法 把护臂放 放到哪里 我们看一下 拉了一个大洞 拉了一个大洞 让祭司来贴门 前锋这边继续拖 继续拖 阿福这边也不着急 你们这边慢慢搞 我这边反正一定是实体到打 用平翻了一个护臂 要给前锋留在这里 但是这样带过去的话 倒了以后脸上会有两个人 前锋是拿起了护臂 只有一个护臂 电击量 这个护臂要来躲 躲这个镜像 但交互点好像不行 这是一个交互点 没机会交护臂 这个护臂白换了 先把人挂上 而且是可以挂 他这边想挂地下室 求稳 挂地下室求稳 两边开门 那应该是平了 这边又不想挂地下室了 还是挂到外面 怕祭司来救 救完以后冲 想了想算了 还是挂到一个救下来 就算有博命也走不了的地方 那么最后还是打了一个平局 求人者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了 但是这个局只能说这套阵容 打红夫人想要赢还是蛮难的 还是蛮难的 没关系 这边有词 这边就是